在入境之後其實並沒有症狀 那因為他跟他的父親是沒有症狀 所以是他們兩個住一間 負壓隔離病房 24小時內再傳出一個小朋友 感染新冠肺炎 讓家長不得不繃緊神經 23號一名4歲兒童 在醫院中跟著爸爸媽媽到荷蘭工作 沒想到這一去 反台卻變成案175 他的家人是不是曾經有接觸的案例 因為小朋友事實上 他通常都不會太有怎麼樣的情況 最重要還是怕被其他的人 好比說我們之前的話 有人親戚的話是從武漢回來的 不具症狀的人 然後再傳染給他的親戚的小孩 這名4歲小朋友 是全台灣最年輕的個案 3月10號曾經輕微發燒 但入境又沒有症狀 直到隔離才被檢驗出來 醫師表示目前觀察 小朋友的症狀比較輕 是因為肺部發展還沒那麼完整 除非嚴重到活動力大幅衰退 家長才有可能察覺 不要在這段時間的話 帶小朋友到其他地方 好比說我們去探視病人 好在這兩天 4歲跟5歲的患者 都是在機場坐攔截 但小朋友感染症狀不明顯 讓家長非常擔心 因為一不流行 病毒很有可能 就會在幼兒園大肆擴散 記者綜合報導